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也不会好到哪去 回到韩国之后 看那些曾在中国发展的明星们 是如何评价中国市场的 追星度 基本是要是来到中国的明星 不管曾在韩国影视圈什么地位 来到中国后 都会被疯狂的粉丝包围 简直受不了 这只是黄志烈的评价 他通过韩国版的我的歌声压轰起来的 现在算不上一线二线 但是在中国之间 就是一些明星的待遇 像李敏浩 金秀贤之类那就更夸张了 片酬 中国的影视 综艺价格是韩国的一百倍 十倍都算是少的 黄志烈参加两个综艺节目 片酬 就高达三亿人民币 怪不得张纳拉这么说的待遇 像韩国的过去歌手 来中国也能享受一些明星待遇 当然 我不是看不起韩国艺人 在那个激烈这么竞争的演艺圈 能混出道的 背后不知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什么样的代价 能出道本身就代表了他们的能力 不过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还是讨厌那种哈韩一族的 当然 像这种愿意在中国定剧 成为中国媳妇的我们还是很欢迎的 所以点开 提前来